看到某综艺被泄露的淘汰名单 才明白人气在剧本前不值一提 近日某档综艺备受关注 在出舞台表演时 平接一首极其洗脑的《极乐净土》 31岁的日本歌手梅伊里亚 成为人气最高的海外姐姐 全开麦唱跳气息还剧玩 让现场的其他姐姐都忍不住撑赞连连 而早在2015年 梅伊里亚就凭借着《极乐净土》血洗小破绽 被奉为一代宅物女神 虽然输给了谢娜的波罗波罗蜜 但凭借二次元群体的支持 在《乘封宝藏指南互动》中 梅伊里亚的恩利值高达6600多万 直接实现断层第一 七火爆程度不亚于上一季甜心教主的爱称 可即便有着如此大的流量支持 却依旧没能打败资本的力量 在一宫中 谢娜等员演唱了杰伦的龙拳 作为水果的亲闺女 谢娜自然站在C位 唱跳打鼓加rap表演得相当卖烈 但整体表现出来却不尽人意 声音有气无力 动作凌乱稀碎 让网友直呼太尴尬 而一致相反 龚琳娜和美伊里亚强强联合 带来了终日双鱼版的花海 极强的唱跳能力 再加上梦幻的舞台效果 让观众纷纷鸡皮疙瘩抱起 可这样一个堪称完美的表演 却以798分的成绩 再次输给847分的谢娜 让网友纷纷评论啊 是咱们二次元提不动刀了 还是水果台太飘了 被誉为中国第一女王 与法拉利CEO谈恋爱 朱朱究竟凭什么 近日某党综艺刚一开播 朱朱便被骂上热搜 原因是她不认识许东明湘 面对李彩华的热情问好 她不知所措 您是李彩华 爱丽爱丽爱丽 对对对 您是歌手还是演员 但是我没有 都是 看到李彩华与邱慈炫 世纪拥抱 她一脸茫然 一边跟着众人鼓掌 一边小心提问 为什么大家的为何人鼓励 这个是演那个 回家的诱惑的女主角 回家的诱惑是什么 看到这一幕 网友纷纷吐槽朱朱太装了 可当了解过朱朱的背景 才明白 姐姐真的不是装的 姐姐是真的不屑于了解娱乐圈啊 在国内处于三线的她 在国外已经美很久了 连续十年若选全球百达最美面孔 在其他明星还拼命在红毯上博取流量时 她便身穿一袭黑色抹胸长裙亮相 Mate Gala 并凭借自身的东方气质 精言四作 实现了全球审美的统一 并成功夺得法拉利CEO的清买 2022年 朱朱在一甲决赛上 被法拉利总裁狂请 这段恋情便随之曝光 朱朱也被称为油纹图丝的老板娘 但五个月后呢 这位总裁便被拍到羽超模在路边拥吻 她与朱朱的恋情宣告结束 情长失忆的朱朱开始认真搞事业 她是叛逆者里风情万重的蓝心结 是陆顶记中霸气侧漏的教主夫人 是精英律师中摇曳生姿的秘书丽娜 在最近的舞台上 她凭借Problem美到全网刷屏 在以说为美的娱乐圈 她凭借自身的韵味 加上老娘最美的自信 冲击着每一位观众的眼球 姐姐真的没饭了呀